妳剛開始跟她吵架的時候 當英文還沒有很好笑 會不會很悶 我要講不出來 我就說妳等一下 然後去查字典 她說我要那個怎麼樣罵她 然後什麼 但已經兩個小時了 火都消了 就拿到那張紙去找她 妳知道 她說妳要幹嘛 我說我要跟妳吵架 可是這樣就比較反而不會吵起來 因為就是 火都熄了 沒辦法直接衝突 那個愛琪的個性很好 可是妳就說我去查查字典 妳講不出來 可是我知道有些女藝人士 她們沉筋 就那種你知道嗎 一肚子火可是講不出來 你知道那種痛苦 就好像啞巴很生氣這樣 發了下去嗎 沒有 就有的罵髒話 可是她又妳在 我好瘋狂 妳在講什麼 我還是聽到 她就開始摔東西 瘋狂 對 會很悶 妳不曉得該怎麼辦 有沒有那種真的衝突到 真的沒辦法遇到 其實說實在我跟我老公 現在認識應該有最少10年了 可是我們吵架 應該沒有到 最嚴重的都大概只有三次 算出來 十年 好奇 嚴重是怎樣嚴重 是因為妳或是妳老公 嚴重 那個嚴重是那時候 我當時是懷孕的時候 然後她因為就是 她那時候剛開始學中文 然後她就一直覺得說 我都沒有教她中文 她一直在怪我 那我就說妳既然有老師 妳就老師教妳 我又不是老師 然後她就今天好死不死 她就坐在我旁邊 她就開始在那邊複習功課 她就問我說這怎麼... 怎麼去造句 我就問她說 因為沒頭沒尾 我就說那妳這個是什麼... 比什麼... 她就說 她就蓋那個電腦 很用力就說 妳問我 我問誰 我現在就是要問妳 我就是不知道才問妳 講中文還是講英文 她講英文 然後很生氣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懷孕 我覺得 因為我平常是不會那麼生氣的人 我就當場把那個 我力氣不知道為什麼會變那麼大 我就把他比摺一半 摺一半 然後超生氣的 然後丟在他面前 然後開始就很歇斯底里 因為我沒有辦法控制 因為太生氣了 合猛的問題 對 我覺得有一點 對 然後我就後來真的是跑到 因為我們家樓中 我就跑到樓上自己去冷靜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有點 因為小朋友也在旁邊嘛 有嚇到 可是我瞎解妳老公的那個氣 你瞭解 對 因為我跟他以前也是 有過一樣的 就是妳教我 就是這個怎麼面 而且人家不是說 妳要學倚文最快的方法就是 妳去交那個國家的男朋友 或女朋友嗎 他一定要是 他講得沒有錯 一定要那個人的能力要比較低 對 就是如果譬如說 我跟妳在一起 可是妳的英文很差的話 我的中文還不錯 我中文還不錯 意思是我們一直講中文 對 對 他就會依賴 是我們中文一起宣布的 對 所以妳一定要是 妳的英文程度要好 妳要妳的英文程度 比較比我的中文程度好 好 我們在會講英文 對 沒錯 那妳跟黃佳謙吵架的時候 是她講英文還是妳講中文 我們都講中文 對 到我太生氣我就會開始講英文 對嘛 都是這樣的 別說不了 要發洩一下 妳講英文罵他的時候 她是聽得懂的狀況是聽不懂的 其實也不是罵他 就因為我講英文的時候 已經是 Why don't you understand 妳應該是跟我自己講話的 對 就是已經跟他講的 對 我知道那種 對 我知道那種 然後很浪費錢 成本很高 我跟我老婆會常常 喬到她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她會覺得過年 我要跟我家人過 過年是唯一的時間 年齡圈不用工作 所以是唯一的時間 就是也有唯一的時間 可能會給妳超過七天的放假 對 所以然後會去加拿大或是美國 要一天的時間 回來要一天的時間 去那邊為了三天 四天 五天 你到那邊 你可能有三天 四天 你一直有那個時差 時差 然後也要飛回來 那不好 所以過年來 可能我們可以兩個禮拜回去 可是她想要花過年 跟她家人在一起 我也可以了解 可是問題就變得說 好 我們一整年 就是跟妳家人在一起 還有過年我唯一的可以回去 加拿大 不用工作 對 我也不行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要分 我們要談 分享 就是我們一直在這裡 好 過年我們要回去 如果我們不然會去加拿大 過年我們再肥回來 好不好 可是有時候會說 我不要 這是過年 我就是要跟我家人在一起 所以妳會有這個抹擦 對 那愛琪像妳 妳老公是妳唯一一個交往過的老外嗎 其實在婚前 也是有別的國籍的一些外國人 所以妳是老外的菜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我其實以前就常常就是 開始所有的男生的菜 謝謝妳 謝謝妳 這麼好的讚美 沒有 因為以前 其實我在婚前的時候 我覺得還 真的在老外面前 就是還滿吃香的 我記得那時候曾經有 就是你知道黑眼痘痘 他們來台灣看演唱會的時候 那麼前一天晚上 他們就去一個酒吧 因為我剛好是認識主辦單位 所以我就去了 然後印象很深刻 因為他就坐在沙發 然後就很多人 夜店很多人在那邊吵吵喝酒 然後我就看到他這樣 因為他就看到我 他就站起來 就撥開人群 他就站起來撥開人群 這邊那個團長 對 然後就撥開人群 就是那個Will 長得很像飛哥的那個 就是他就撥開人群 可是我覺得外國人很妙的 跟東方人表達的方法不一樣 他一看到我 他就把我的手抓起來 然後他就找 他就看我的手指頭 我想說他要幹嘛 他會在算命嗎 他就什麼 對 他就說 我說妳要幹嘛 他說我要看妳有沒有婚戒 如果妳有婚戒的話 我就太傷心了 他就這樣講 他的第一句話是這樣跟我講的 所以他就是那種很浪漫 你看那個場景是撥開來 然後就不管別人跟他講話 然後拉著妳的手 跟你講的第一句話是這樣 妳的也有穿高跟鞋嗎 我跟你講 他們是 你們知道嗎 因為他很小級 所以他看到我 他就 黑眼逗逗有一個男生超色的 我在好萊塢 我來訪問他 我跟你講 那個黑人 他就抓了新加坡女記者 也抓他的手 還跟他要電話號碼 真的假的 沒有 我知道妳說的 抓他的團員 但是那個團長 他還滿有禮貌的 因為他只有講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那幾天 就那一兩天 我們有相處 他其實都很有禮貌 他就只是說 你很可愛 然後他也沒有跟我要電話 也沒有幹嘛 我們就是有拍照 然後聊天這樣子 夏克里 你也是西方人 你也這麼直接嗎 把馬子都這麼直接嗎 還好 還好 其實我們沒有那麼... 我發現我一到台灣來的時候 你碰一個人 他們會有一點 你進來我的那個領域 會嗎 我們那麼友善 我來台灣1996年的時候 所以其實很推薦 然後我到現在還是覺得 其實有比較多 可是歐洲人比美國人多 他們會碰 他們會碰你 其實你從認識就會親 對 北北個人也是一樣 看到就是親 你在台灣 譬如說我爸來台灣 我媽來台灣 就是一直親人家 親親親 台灣人都會 嚇一跳 就是因為平常一看到人家 對 因為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跟我老公交往的時候 他就是因為很有禮貌 他反而都沒有什麼身體語言 我們兩個認識的時候很有趣 就是一見面 然後可是因為他那時候 來台灣健身房工作 他見到我 他是一見鍾情 他看到我之後 他就跟他的員工講說 叫我介紹他認識 就是給他認識 後來我就在他健身房裡面運動 運動 然後他就 他就也很害羞 他說他只會常常在旁邊 跟我打個招呼就走了 可是他就跟我的朋友講說 那個以後是我的老婆 然後我的朋友就跟我講 然後我就說他神經病 因為起笑 我那時候我還沒有跟外國人交往過 然後英文也很爛 然後我剛剛也沒有講過幾句話 他說我是他老婆 我說你是老闆神經病 笑我 起笑 對啊 就覺得他瘋了 結果後來他就真的 也都沒有約我 就是有一天晚上在夜店遇到 他可能喝了一點酒 他就說我可以約你出去吃飯 結果我說好 可以 然後我們兩個就開始吃飯 結果一吃就吃了半年 半年我就真的去跟他吃飯 我就是這樣吃飯 因為我的英文很爛 然後也不太會講 然後就他一直講話我就一直吃飯 然後吃完之後我就走了 然後他一直吃飯 他講話妳有聽懂嗎 這邊聽 這邊聽 對啊 反正重點是在吃飯 他每天打給我 吃飯我就去吃飯 然後他後來有跟我講說 其實我有問我朋友說 我最近認識一個女生 我真的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喜歡我 因為我打算叫她出來吃飯 她都會出來吃飯 可是呢 吃完飯她就走了 她也沒有Kiss Goodbye 也沒有Thank you 什麼都沒有 然後她 對 她回來就說 然後我看她真的不是來吃飯 對 她真的是肚子餓了 對 她肚子餓了 她不是喜歡妳這樣子 然後我們真的是吃了大概快半年 然後才正式交往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不是說每個外國人都會這樣子 就是這樣 就是body language 就是碰來碰去或是什麼樣 我覺得是個性的關係 個性的問題 可是我說碰就是不一定 就是我們講話比較會碰 對 我們會 男生 男生 女生 女生 就是比較會碰的 像我們在這邊 如果跟什麼名人 或是明星男的合照的話 他可能就在你旁邊 到了海來屋 每一個都給你攏上來 攏很緊對不對 就是那個文化不一樣 他們那邊是比較直接一點 對 那個沒有什麼問題的 可是那你真的覺得 西方女生跟東方女生有不一樣嗎 我姐姐是最好的例子 我去拜後公司在她旁邊 我們一要進去的時候 我幫她打開門 就開始罵我 日本的R&B的天后 雨多甜 突然宣布就說我要結婚了 那這個男的是誰呢 是一個義大利男子 才23歲 小 整整小他8歲 這個男生是個酒寶 然後大家就說 哇 怎麼這麼閃電 而且這個男的 該不會是來變婚的吧 天后要嫁給酒寶